院長好 喂 你好 院長今天討論這個疫苗的接種受害救濟 因為這個 就是說其實剛才委員也有說到 在一個人在接種疫苗的同時 他除了在保護他自己以外 那他同時也在保護台灣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為了說鼓勵大家來接種疫苗 然後能夠這個擴大我們的疫苗的覆蓋率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不管是事前這個疫苗的安全也好 或者是事後這個疫苗的救濟 院長剛才也說到這個審議小組 那其實就是說包括這個實體上 包括這個程序上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給予我們的這個接種的民眾 一個更大的協助跟更大的保障 議長你們應該有同意嘛 對 我們是這個態度 是 那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報告 累積的這個通報 通報但是不表示說 他確實有因果關係嘛 那通報這個死亡的是786 嚴重3490 那我看到這個報告的時候在第八頁 他有提到說 如果說這個疫苗的注射 引發不良的事件 那我們政府對這個受注釋者 這個注射的人和家人 他基本上就是最同理心的理解 那如果說專家審議小組審查 鑑定結果有應付的責任的話 政府絕不逃避嘛 那我們這個問題是說 議長 那如果說 這個審議小組 到最後 他覺得說 這個是沒有因果關係 或是駁回的話 那議長 你怎麼知道說 那接下來的法律的救濟的途徑是什麼 我們國家有國家法律的規定 而這個是特別 針對這種疫苗注射 疑似不良反應 其因果關係跟責任 由專家小組審議審定 我現在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據點 停在這裡 就是說 如果有這個責任的話 當然政府是責無旁貸嘛 其實他這個救濟程序 就是說 如果他被駁回的話 那他就會去訴願 然後再來就是行政訴訟嘛 那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 我們剛才有說到說 那個打疫苗這個行為 基本上也是在為這個公益在努力吧 那所以程序的保障也好 或者是說他實體上的保障 其實剛才有說到 這個實體上的保障 問題來了 我 我受害了之後對不對 我不知道要怎麼主張 尤其剛剛院長也有提到 這是一個專業性 非常技術性的 這個議題嘛 那我被駁回了 那我去訴願 然後行政訴訟 但是在這一路上 都是辛苦的 非常辛苦的過程 所以其實院長也是立書出身的 我想要問院長的是說 那是不是說政府能夠對這些受害人 能夠有一個法律輔助 院長你的看法 謝謝 這是兩個層次 是 大專家 一個是有責任 政府如果有責任 一分一好都不逃避 這沒問題 一個是因為他參與 這個疫苗防疫的努力 所以才會有補償等等 現在委員可能注重程序面 或者是 我是注重程序面 行使面說 他可能不知道 或者也不曉得怎麼走 所以政府是不是也給他輔助 這個也可以 就是說 院長你有同意說 這可以來法律輔助嗎 相關的法律輔助 有他的規定 我不曉得這個 在不在裡面 你看一下 但是可以幫忙 就是說我們院 這個部會裡面 比如說勞動部 他就是勞工訴訟的 輔助專案 原民會 他就是原住民的 法律輔助的專案 這個衛生部 也有身心障礙者的 法律輔助專案 所以我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現在很容易做到 就是說院長 是不是可以同意說 這種疫苗接種 受害者 能夠有一個專案 然後給他法律輔助 對 跟司法醫 齁 啊你 我想說這個 我們 因為現在疫情 還看不到會怎樣發展 可能這種事情會有 可能這些民眾確實不知道 那我們也跟司法醫 很無助的 商量這一方面 沒有啦 醫院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議題 其實部會裡面 也有你看很多行 勞動部也有 原民會也有 衛福部也有 所以醫院應該可以答應說 就這個部分 這個很無助的 他也是為了我們國家來打拚 來努力 我請相關部會 盡量給這樣的民眾 給他法律的輔助 這可能要開一個專案 這要有一個專案 然後就像勞動部 就像衛福部這樣 有一個專案 來處理這個法律輔助的問題 我請相關部會研究 用什麼方式 給民眾最實際的幫助 是 醫院 這不要再研究 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 請院長可以支持 開辦這個疫苗接種 這個受害的人 有一個法律輔助的專案 因為委員他剛才要求 要設專案 沒有啦 這院已經有在做了啦 院長 怎樣做比較好 我請相關部會 琢磨怎樣做比較好 對 就是說能夠 比照這樣的狀況 不然會 他到後來 他自己去面對 這樣的專業技術性問題的時候 他是非常彷徨茫然無助的 院長可以承諾嗎 我請 好 要問題嗎 我是一個態度 怎樣做 給他們相關 具體 就是說院長有同意這個態度 就是說具體要怎麼做 可以部會來研究 這要衛生部 法務部相關的部位 好 那希望能夠早日趕快開辦 好 那第二題 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我請教你 我們COVID-19這個死亡的人 他的受害者家屬 有沒有慰問金跟救助金 這我請 你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 他的家屬 是本人 他人已經確診死亡了 齁 有沒有 確診死亡 現在有傷障補助費 十萬塊 所以是有嘛 齁 那是什麼時候開始 是 那時候疫情當嚴重了以後 應該差不多七個月 七個月開始的關係 我這裡有死 大概有相關的人 那時候有大概八百多人 對 目前有來申請的大概是六百多 好 進到程序的 發的是 沒關係我是講說這個時間的問題 我想要凸顯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是今年七月六號開始 但是 它回溯到去年的一月十五號 沒錯嘛 那 為什麼回溯到去年的一月十五號 因為 我國第一位COVID-19的死亡的人 那是二月 今年二月是已經發生的嗎 齁 那 院長我現在就是要問說 那為什麼 在一年半之後 才會定這樣的一個要點 因為第一個死亡的是二月 為什麼 這裡面大家覺得說有相關 以前在去年 因為案件數非常的少 所以大家比較沒有那麼的關注 這個時候 那向來以前對於確診 傳染病的傳染病法 你們對死亡病沒有相關的一個博物 是 所以我的問題就在這裡 到了多了一定的量 大家覺得 政府跟民間都覺得 對這些確診者 而死亡者應該給予關心 站在關心的角度 那我現在就是要探討這個問題 因為依照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的規定 生物病原災害 它是一個災害 這沒問題 因為院長做過地方所長 其實對這個災害防救法 應該這是所有人最清楚 那在105年的災害防救法 修法第48條裡面 其實它規定得很清楚 它甚至是一種立法的授權 也是一種立法的委託 它說災害救助的種類跟標準 應該是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會同各縣市之家市去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來政部 風災震災 這個火災 還是說經濟部 針對礦災 那等等水災 那邊工業管線 還是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 還是農委會 這個土石流 通通都有規定 所以問題來了 為什麼我們沒有定 一個生物病原災害的災害救助 種類跟標準 那確實這種 所謂病原災害傳染病 跟一般的疾病 其實它都一樣 是造成了一個死亡的後果 是啊 如果要走向這路 那是不是對所有的死亡 都要來做相關的訂定 我覺得這有討論的空間 因為你可能把這個 跟一般的疾病 部長認為有討論的空間 院長 生物病原災害 你看 來政部 經濟部 環保署都會會 它都有定 那為什麼 災害防救法48條規定要定 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沒有生物病原災害的 這個標準跟種類 這實在說 我們知道的嘛 風災啦 症災啦 這種是很清楚了 生物病原災 那不知道多少種 醫院有 這個狀況是這樣 現在的狀況不是說定了不好 現在是不定 那定法已經授權 主管機關要去定了 你定 你要第五類 在第四類 那你中央自己 部會也可以決定啊 現在就是說 這個 這個在105年的時候 其實有討論過 他修法過的時候 他說要去定嘛 當時衛福部有講說 因為 有處置傳染病的媒介物的 這個補償辦法 有什麼執行第五類傳染病的 智商的補償辦法 所以 已經有規定了 所以 不用再定 那他有報當時的行政院啦 齁 民國106年的行政院 那部那個 部報院之後 院也表示說 精神縫隙啦 精神縫隙在案 也已經核定 所以 到目前就是執行業務 相關的醫護人員 或執行我們這防疫業務 而染疫或死亡者 這是有補償的 部長 現在在講的 就是說 COVID-19確診了死亡的人 那衛福部 現在 災害防救法48條 規定要定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這個衛福部 然後也通過這個 內政部開會之後 他在裡面的根據 這個救助種類標準的辦法裡面 他說為什麼不定 的理由 是因為這些嘛 這些其實有的就是你提到的 他是因公 這個公不因完 因為執行這個業務 所以他染到這個COVID-19的話 他治傷病或死亡的補助辦法 那有沒有提到 這個因為COVID-19 而這個死亡的人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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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執行業務的人有 是啊 那個是公務員 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所以 當時的衛福部 相關的防疫人員都可以 對 但是他不是針對 受到這個災害的人 他不是針對這個 生物病原災害 然後被感染的人去定 所以當時的衛福部 怎麼可以去用這樣的說法 然後去說 已經有這些規定了 院長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那裡是沒有涵蓋 所以為什麼在 事發之後 2月1號 2月 2月的時候就有人 已經死亡了嘛 那最後 一年半之後去定那個要點 然後再回溯回去 1月15號 因為 沒有這樣的生物病原災害的 一個救助跟種類的辦法嘛 阿 委員 你專家你知道嗎 是 法律喔 如果有救湯營 就不會了啦 是 過期就有救湯營啦 第二點 什麼 這個 這個 什麼生物病原 認定 相當不容易 啊 很容易生分增 所以過期沒這樣 不過 現在Covid哪一天來了 喔 餐廳這麼大 時間這麼久 所以現在 漸漸定出這裡來 好 因為這個問題是這樣啦 這個問題是法律的規定 所以我要跟你說的就是說 你看 像大法官李政三 他怎麼說 其實他這個立法有益授權 災害防救法48條是很清楚的 他就是說 你的災害 中央主管機關 你就應該去定一個 救助的種類跟他的這個標準嘛 啊 剛才我講過 衛福部他說不一定 那個法基本上是 根本沒辦法用在 這一些感染的人的身上 所以才會導致說 他又回去 回溯回去嘛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這個生物病原災害 的這個標準跟他的種類的辦法 是不是要一定 院長 院長 這是法律的規定 這是法律的規定 第二個 第一個是說這是法律的規定 第二個 基本上 他的現在的法 根本沒辦法用在生物病原災害 因為生物病原災害 有可能未來也有可能常態化嘛 好 啊你委員 聽你講知道嗎 是 已經不夠人用了啦 因為生物病原災害 是 所以要來研究 看安專有 給他不義生爭執 阿哥 可以找到 應 好 好 謝謝區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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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